我叫戴正琴 今年25岁 是中国第20批福利维和军人 我是一名扫雷作业手 我叫孔琴 今年22岁 我们第20批福利维和分队 有4名女扫雷作业手 平均年龄23岁 我是一名零零后 在国内的时候 我们从去年5月份就开始集训 很期待自己能够走上真实雷场 真正扫出雷幻 出国后9月份 我们紧张备考 当时黎巴嫩天气炎热 一整天训练下来 裤子衣服都湿透了 最终我们一次性通过了 扫雷排报自治认证 通过扫雷自治认证后 我们接到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维护蓝筒 蓝筒的位置就在黎伊边境线附近 所处地带非常敏感 形势十分复杂 所以第一次执行任务 我既期待又很紧张 当时通道里面草特别深 全是落头次 蓝筒任务结束以后 我们转入到了雷场作业 当时雷场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它就像一个原始森林 里面的植被密密麻麻的 还有很深的草丛 里面有很多的蚂蚁啊 蜈蚣还有毒蛇之类的 如果一不小心就会被咬到 当时地表上的植被较为茂密 我们需要清理到地表那一层才能继续往下作业 一天下来背着一筐又一筐被清理掉的植被 鼻子里全是灰尘 我还跟我的组长开玩笑说 我不仅能吃饭才能吃醋 真实雷场情况特别复杂 我们遇到了各种困难和挑战 比如说破坏雷场 有的地雷发生了偏移 还有的地雷几乎一半都被烧毁过 性能极其不稳定 也有的地雷正好在梳妆下面 非常难处理 第一次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 会有点不知所措 生怕出了差错导致地雷暴涨 随着扫雷次数的增加 我们也逐渐从一名新作业手 成长为一名成熟的作业手 但是我们始终保持敬畏之心 把每一次上雷场都当作第一次 把迈出去的每一步都当作第一步 我最开心的事就是每天从雷场回来 然后在本子上记录着挖雷数量 从一颗两颗到几十颗 看着挖雷数量在不断地刷新 我的内心也觉得非常自豪 雷场作业结束以后 我跟着一块去测量场地 当时放眼望去 原始森林已经被清排干净了 有的地方还长出了小草 想着以后当地人民在这里放牧 种庄稼 这就是我最骄傲的事情 从事这样高危的职业 其实最担心的还是家人 所以我每天都要打电话回家报平安 有时候白天执行任务 等晚上有空的时候 活念已经是凌晨了 第一次离家万里 嘴上虽然说不想家 但是家始终在心里 我每次上下班都要给妈妈发消息 我经常在手机上看到我的朋友 扒动态 说他们去哪里玩呀 吃什么好吃的 当时我还挺羡慕他们的 因为我每天都要跟地雷打交道 弄得灰头土脸的 但是回头仔细想 我在做一件有意义 有价值了不起的事情 走出国门 真正执行文和任务之后 我感触也很深 在扫雷工作之余 我们也会参加与当地的一些文化交流活动 我能明显地感觉到 当地民众对我们的热情和尊重 当时去参加文化交流活动的时候 外国有人指着我手臂上的国旗 竖着大拇指说I love China 那时候我感觉特别的开心 作为一名扫雷作业手 我的使命是圆满完成扫雷任务 但是我的使命远不止于此 因为我是中国维和军人 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使者 同时也是传播中国文化 传递中国声音的使者 来到这个地方执行维和任务 这一年我的收获特别大 如果还有机会 我会继续选择报名参加 希望这个美丽的地方不再有雷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